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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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他什么呢 帮助一切众生修慈 修善 以慈于善 慈舍爱心的今天讲 我们要尊重一切众生 爱护一切众生 我们要以慈善帮助一切众生 把一切众生自性里面的善根引发出来 这叫成熟 因此我们如何落实菩萨修行的方法呢 那就是我们的气氛 我们的气氛 经常讲的光 经常讲的光啊 在佛呢 讲光 都是一个意思 我们用我们的向好啊 用我们的慈悲啊 这个 善心 善心的气氛 感化众生 成熟 不可思议众生 不可思议是数量啊 由此可知 向豪光明啊 能摄受一切众生 不思议众生 在此地讲 九法界众生啊 不可思议 都能够得 但是 向豪光明 一定要真因修啊 向豪光明是果 从哪里来的 从善心 善念 善心来的 这是我们向花灵菩萨具体学习的科目 再看第三寸 高窗菩赵诸善神 得观察一切众生 心所要 引进诸根 谢谢大家 菩萨具体得好 高窗菩赵啊 确实山都非常高显 很远地方啊 都能看见 确实是高窗菩赵 那么他所修学的法门呢 是观察一切众生 心之所落 也就是晓得 众生的欲望 众生的喜求 清凉大师在诸节里面讲 修阴 阴根 阴是庄严 根是什么 我们的根深 阴而鼻舌深意 我们的根深 庄严根深 庄严根深 不是为自己啊 这个要知道啊 菩萨要实现成佛 这是佛经上 世尊常说的 实现成佛 佛的像 一定居足 三十二像 八十种好 也就是说 事法里面 讲算命看相的 哦 你的命好 你的像好 这个像书里面 所说的一切好啊 你通通去足 你一条都不缺 像好是果报 得修阴呢 比如 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 广长学相 这像好 什么阴呢 三分四世 不忘语啊 你就得这个像好 佛给我们说了 佛给我们说了 通常一个人 舌头撑出来 可以舔到自己的鼻子 三十不忘语 三十不忘语 三十以上 不忘语 你的舌头撑出来 舔到自己的鼻子 释迦牟尼佛的舌头 撑出来 可以把脸盖住 视线这个像 给人看 说明 他 生生世世 都不忘语 所以像好是果报啊 佛说了 菩萨要实现成佛 要用一百戒的时间 去修善音 也就是修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的夜音 他才能得这个圆满的像好啊 事出事乏都不利应骨 那么这个三十二项 八十号的夜音 江卫农居寺 金刚金讲义里面 读得很清楚 主要知道 你可以去看这本书 你可以去参考 那么在一般 佛教大字典里面也都有 教程法术的 虽然列出 这个三十二项 八十种随情好 夜音没有说 江居寺 这个注节里头 每一条的音都说出来了 那么由此可知 世间人 很重视像好 不管是中国人 是外国人 不管是哪一个族群 也不管你是 信哪一种宗教 见到像好 总会生欢喜心 所以 佛为什么要实现 像好呢 用像好 摄受众生 换一句话说 修像好 是为了供养众生的 让众生 见到你 深欢喜心 随顺一切众生的 心爱 心里面的爱好 真的是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了 给我们做出具体的表现 清凉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 我们看花 他举的是莲花了 不一定了 看到很好的花 会欢喜 看到中秋的满月 也能生欢喜 从这些例子 大师教我们 我们至少 要知道 段无修学 要知道 修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这是五个 总纲理 你要真修 一定的 相好 你的相貌 会转变 相从 心转 相随心转 你修真诚 你让人一见面 这个人很真 这个人不虚伪 他能够体会到 你的心清净 人家一看 某人很清修 你心地平等 人家一看 你这个人 没有傲气 没有自大 平易经人 你修真诚 人家一看 这某人有智慧 不迷惑 你修慈悲 让人家一看 某人有爱意 看得出来 看不出来 那你修的不够 你的功夫不到家了 你要认真 努力 样样 真修 要怎么个修法 清凉 在此地 给我们 提醒一句话 一夜周边发街 这要用观想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观想是不但是佛教 几乎所有宗教里头 都重视这个法门 这个是修行的刚临原则 他的礼 就是佛经上常讲的 一切法从心相生 所以我们要培养正确的观想 就是你心里常常怎么个想法 对于这个世间一切法 你怎么个看法 观是看了 观想就是你的看法跟想法 一切法从心相生 我们常常想佛 常常看佛 你的心就跟佛心相应 但是这样可以成佛 成不是究竟圆满佛 佛天台佳奖 有藏同别远 携手大四讲 小时钟等远 五种不同的佛 你成哪一种 华言经教我们怎么想法呢 我的真诚心 周边虚空发解 不是对某一个人 不是对某一个地区 我的真诚便需空发解 我的亲近便需空发解 我的平等便需空发解 我跟一切人平等 我跟一切畜生也平等 我跟一切鬼道也平等 我跟一切地域众生也平等 这个平等心 周边发解 我的真诚周边发解 我的慈悲爱心 也是周边发解 这个就是大乘法律常说 心包太虚 两周杀戒 天天养这个心 把自己的心量脱开了 脱开到这个 这是真心 真心就是本性 你看看禅宗要参救 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能明信见信 华言是语言顿大法 他这个方法很不可思议 叫你常常这样想 自己齐心动力 点点滴滴的善行 都能扩大到虚空发解 这是净土宗里面跟我们讲的 回向法愿性 回向法愿的对象 是经虚空别发解 你看四红诗愿 头一群 众生无边诗愿度 那个众生是九法解众生 绝不是指我们眼前的众生 而且这个众生包括有情无情 所以众生两个字的本意 我们要清楚 要明了 众愿活活而生起的现象 叫做众生 动物众愿活活而生起的 植物矿物还是众愿活活而生起的 我们的虚空 空中很多自然现象 依旧是众愿活活而生起的 六根所借出的六成境界 哪一法不是众愿活活生起的 六根式的六十说的 外面六成境界 还是的 众生这两个字 全都包括了 所以华严谨才说 情与无情 同缘种之 怎么个同伐 心包太虚 两周杀界 就通了 就我常常提醒同学们 虚空伐界 是自己是自己的心性 是自己的心性 踏土众生 是自己的发生 受放三世佛 共同一发生 虚空伐界一切众生 跟自己是一体 这是四十分之一切众生 这是大方广佛华严的境界 你果然能欺入这个境界 那恭喜你 你已经入华严谨境界了 华严谨境界是什么 华葬世界 你现在住的这个地方 生活环境 就是华葬世界 别人看不出来 就看不出来 你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那时候的华葬世界 那就不必说了 那不是发生 菩萨是什么呢 你已经超越六道了 已经超越十八界了 但是 还是有层次 这个层次怎么修呢 还是要经历观行位 相似位 分争位 不可以自以为 哎呀 我现在已经入华葬世界了 你入的华葬世界什么位啊 说老实话 你是明治位啊 又名无实啊 为什么呢 真正入这个境界呢 心里头一念不生 你还觉得 哎 我很了不起了 我已经入这个境界了 你四相还在吗 那金刚经常说的好啊 若菩萨 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极非菩萨 你不是真的 不但你不是分正位的菩萨 你相似位的菩萨 也没有 充其量 恭为你 你是观行位的菩萨 但是要晓萨 没有出六道 是在六道里面修行功夫得力了 如果 念佛求生净土 行 可以往生 极乐世界 准生 如果不是求生 西方净土 你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个道理 不可以不懂啊 千万不要自己 耽误了自己 古代的长江啊 自己没有正道的国位 以为正道 你不是诚心骗人 这叫什么呢 叫正上慢 是你产生误会 我在早年学府 那个时候 还在台中求学的时候 有一位居士 这个居士 已经往生 大概十几年了 我们 常常往来 有一天 我在他家里 他留我吃午饭 他告诉我 他修行功夫很得力 我说好难得 他说我已经证阿罗汉口了 他是真的 确定不是假的 我给他搞得没法子 怎么讲 他也不相信啊 他说他真的真的 我说好吧 你自己想想 是不是真的真的 出国虚脱还 就有天言通天耳通 更得阿罗汉口 这个六种神通 都居足了 这是你的能力恢复了 那我现在要问你 我们现在在你家里客厅 那个外面是马路 那个的是墙 外头马路上走来走去的人 你有没有看到 他说我看不到 我说那你虚脱还苦 都没有真的 那你真的阿罗汉呢 这样一想 他也反省的时候 他就明白了 是个误会 大概修行功夫 是有一点得力 我们佛门里面讲的 功夫成平 自己得清安 得自在 这个是可能的 烦恼亲 智慧而未必长 烦恼确实亲了 入这个境界 他自己误会 把这个境界 清安的境界 以为是阿罗汉的境界 误会了 误会了 境界这段事情 那你要不深入 近藏 很容易坦诚误会 把中途战 当作目的地 这就错了 这些事情 自古以来 很多例子 我们修行人 不能不小心 不能不谨慎 绝不能产生 共高谨慎 真正修行人 心地 真诚情敬 决定没有 共高谨慎的念头 这都是一定要懂得的 凡是自以为是 决定错了 决定错了 这时应当要小心 要谨慎 高谨慎 高谨慎 菩萨所实现的 我们应当要学习 这个学习 要力 脱开心量 观察 观察 众生的根基 随顺众生 这个随顺 要高度的智慧 要善巧方便 帮助他回头 帮助他 也要脱开心量 念念 为伐解众生 千万不要小看自己 我们 动 其心 动一个念头 跟祝福如来 起心动念 没有两样 问题呢 只是你 观想的境界 如果 我们起心动念 这个境界 都是 静虚空变化界 跟祝福如来 有什么差别呢 差别 这只是在呢 我们烦恼没断尽 他的烦恼 担尽 差别 在此地 可是我们的 行量的时候 没有差别 这个大行量 有助于断烦恼 这是肯定的 一切众生 想断烦恼 为什么断不了 自私自利 这是很大的障碍 自私自利 放下了 自私自利 舍弃了 事处事经 一切罚 没有丝毫贪念 恒顺众生 随习 什么叫 功德呢 没有丝毫贪念 是功德 知道一切法 事处事经 一切法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尤为法 如梦幻泡影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一切十一切处 不迷糊 不颠倒 不错乱 这是功德 请看第四位 历城暴击 诸山神 得无边界海 秦金金无厌代 仙徒们 菩萨的德号 历城 宝吉 在大经里面 这些名号 我们念得很多 调伐的意思 都很明显 臣 六臣 六根所对的 这个对象 色身相畏处罚 为什么叫它臣 然无了我们的清净心 所以叫它做成购 然无我们清净心 觉悟的人 知道四是真相 云里 然无 那我们要问 觉悟的人 眼要不要见 眼要见 眼还是看到色 耳还是听到声 这个离 不是叫眼不见 耳也不听 这个做不到 那怎么个离法呢 不是叫根理 是叫心理 心里面呢 绝点不着象 就叫理 心里头 做了象呢 你就被污染了 大臣菩萨修行 就是在六臣里头修啊 言见诗 吉是利色 吉是不利 我眼看的 利色是什么 不为色所动 不为色所染 不为色所染 或是迷惑 这叫理 吉是利色 吉身利身 六根 借出六成境界 练什么功夫呢 练不染拙 这是功夫 这是真清净啊 真平等啊 修行在这个地方修啊 功夫在这个地方练的 这叫功德 也不为色所迷惑 不为色尽 所染 你的也 得清净 平等了 清净平等就得到了 而不为 而不为阴身 而不为阴身 所迷 不为阴身 所染 而在阴身里面 成就 清净平等就 根对境界 不为所动啊 我们常讲的 不齐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是功 功夫啊 真功夫啊 自己心里面 其 清净平等就 是得 你还想得 什么叫功 什么叫得 功德 功德是这样修来的 功德是这样成就的 离开了 六成境界 你到哪里去修啊 你说到深山 挖个山洞 那个洞 你睁开眼睛看到 那也是谁啊 人讲话的 那声音听不到 那还有鸟虫在那里叫的声音 你还是听到啊 你要说是六根 离开六成境界 那你就会死去 你就是死了也离不了 也离不开 死了是 你这个有形的 六根 不起作用了 坏掉了 不起作用了 你的神实在啊 神实 他还起作用 所以 佛在经上教导我们 人往生之后 就是人死之后 八个小时 不要去碰他 他确实断气了 他这个言而鼻舌身 都不起作用了 一根起作用 二人 二人也失去作用 二人也失去作用 来信 去后 做主公啊 啊 来 他最先来投胎 死的时候 他最后离开 那么八小时 他还没有离开 你触摸他 他有感觉 他会有痛苦 那有痛苦 往往呢 他就生成恨心 不高兴 一生成恨心 麻烦就大了 三窝道去了 啊 你把他送到窝道去了 你对不起啊 啊 这通常讲八个小时 最安全的 是十二个小时 啊 八个小时 大多数都离开了 啊 可是还有极少数 物质特别重 啊 舍不得离开这个身 啊 所以他的时间呢 会长一点 啊 十二小时 就相当安全了 啊 可见的 那个 我们佛门里面讲 尽色根呢 没有离开了 啊 我们这个四大的根呢 虽然不起作用 尽色根 它是跟着你走的 跟着神是走的 啊 我们中国人讲灵魂 啊 那么有此可知 死了 也没有办法 离开外头的六尽 啊 为什么不能离开 为心所现 为时 为时 为时所变 啊 是心时 显现 显现变化的 你怎么能离开 所以 佛法里面将离开 将断 这些 明死 真正的意思 是转变 断迷 为物啊 短情直 为智慧 智慧 智慧就不执着了 智慧就不执着了 不执着了 不爱死 华阴金的教义啊 离四无碍 四四无碍 到底什么东西 爱死呢 晴直 爱死 妄想分别 执着 爱死 六道里头 云云众生 一天到晚的时候 却不清楚 无量无边的 就分 搞得 约约相貌 到底什么原因呢 秦直 妄想分别执着 造成的 离开妄想分别执着 四四无碍 因为其妄想分别执着 各个妄想分别执着 不相同吗 这才其 斗争 这个才引起 怨怨相报 报恩 报怨 讨债还债 搞这一套 六道里 众生关系 不外乎如此 都是从迷惚颠倒 造成的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些四十真相 所以晓得怎么样叫立成 大臣经常讲的好 吉思立色 立即同时 没有先后 所以那个 离得什么呢 就是觉 专迷 为物 就离了 物就离了 心里他就不执着了 所以 实际上立个什么 哎呀 立妄想分别执着 不是离外头 境界 外头境界 没有关系 不碍事 碍事的是妄想分别执着 要懂得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穿衣吃饭 厨师带人节物 都是在修 花眼镜 都是在修 圆满大法 我们修行的功夫 昼夜不间断 那这个才叫做什么 才叫做秦经经 无厌代呀 清凉大师 这里住的不多 只有 说个字 讲得很好 如恐不染 故长街无怠 那么这个讲得好 给我们提醒了 这个修学的方法 这是华言大臣原教的修学 一定要想着 薄若经上 常常讲的那句话 翻速有向 皆是修往 你就不会执着了 一切又违法 如梦幻 泡影 都是说的真相 所以你一在一切现象里头 其妄想分别执着 你错了 你知道这假的 我们听到别人说话 这阴神 净空发师是个好人 那我听了很欢喜 我染着了 我已经被污染了 净空发师是个狗啊 我听得很生气 我又被污染了 你修什么行吗 说你是好人 说你是一条狗 假名啊 老子都常说啊 名可名非常名啊 道可道非常道啊 活比执着在假名上 知道名字信空 不管你怎么说 我都笑笑 不放在心上 绝对不会被你这几句话 这是好像深沉啊 耳对深沉啊 你在那里 起妄想分别执着 你说凡夫啊 圣人 修行人 不管你怎么说 他都对你笑笑 点点头 若无其事 没有障碍吗 假如 最初 发明朔语 发明文字的人 说我们这个 这个样子的 都叫做狗 那不现在我都是狗吗 你想想看 如果说那个狗的时候 当时 当时最初造字的时候 那个就叫他做人 我们现在不都叫他做人吗 假名啊 你会不会要认真呢 假名安利 真正的这个事实 所以老子讲得好 所以老子讲得好 明和明非常明码 哪来的明 明是人造的 是人 人为的 不是自然的 所以你不必要认真 那么去执着吗 那么样去计较吗 你就错了啊 祝福 绝无点 他不计较 他不分别 他绝对不会被静云所动摇 他不迷惑 也不被色所迷惑 而不会被阴神迷惑 六根借出外面流程境界 确确实实 人家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止处 永远保持 清净 平等 慈悲 长生欢喜心 那个长生欢喜心 是自信的流露 信德的流露 儒家论语头一句 学耳师细致 不以乐乎 那个乐就是佛家讲的长生欢喜心 那个喜悦不是从外面刺激的 不是说听得好听的话欢喜不是的 是从内心里都自然流露出来的 不受外头的影响 外面 是从内心里都自然流露 真心里流露 真心里流露 自信里流露 这是我们要懂得学习的 那么他 那么他这个山神 他是五边皆海 这是将长时间 我们懂得学习的 我们懂这个意思就好 清津津 五月代 这两句话非常重要 它能成就 就是靠这个方法 那我们想想 我们修学不能成就 错在哪里呢 错在我们不能进进 我们常常懈怠 尤其是我们促学 初学我们对于经教要静静 不能歇待 我们要读诵 我们要求解 薄若经上佛教导我们 身解义去 佛在经典里讲的字字句句 你要理解的深 你要理解的透彻 你才能有成就 为什么呢 一般人总是这样的 劫后其修 你真正理解了 你就会落实在你日常生活当中 那叫修行 如果不能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那怎么个修法呢 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我们六根 借从外头六成境界 把四十真相搞清楚 搞明白了 凡数有象 皆是学王 离四无碍 四四无碍 这叫看破 而我遇到这个境界 确实不起心 不动念 确实不分别 不执着了 现得像 发喜充满 这叫修行 为什么呢 以前也没搞清楚 听到好话 一定欢喜 听到人家骂我 一定生气 这就叫烦恼习气 现在改过了 烦恼没有了 习气也没有了 表现的是一团欢喜 把从前的这些习气毛病 全都修正过来了 修行是修正 行就是行为 就是你表现 全修正过来了 这就是功德 这个就是讲的 真的看破方向 看破方向 是修功 真的是什么呢 自在岁月 你真的得到了 自在非常快乐 能够 能够跟大家 一切众生 和目相处 横顺众生 一点烦恼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 才能够 帮助众生 你实现的像 你的言语 你的作为 都是教化众生 都是成熟众生 好 现在时间到了 来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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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